哈喽大家好我是肯定 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展药的一些新手开局福利哦 那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官方DC群啊 那现在的话加入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隐藏的专属福利哦 那么只要加入这个discord呢就可以在左方的这边福利领取区 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奖励序号 可以拿到五行洞窟门票 然后再加黑风还有赤铜帝五个跟十个啊 那这边的话到时候开服的话就可以直接去做领取哦 然后也可以加入一下他们的官方脸书社团啊 那这边的话就有社团的专属活动啊 只要按赞啊 然后分享一下就可以拿这个买卡点数 还有最高的话是到1000点啊 这边的话是抽个一位哦 那这边的话上市时间奖励这边的话 都是可以拿到专属的波天富贵礼包啊 那些买卡点数哦 这边的话可以加入一下啊 说不就直接白嫖到这个好几百块啊 你看这个对应到三百 留言超过三百的话就抽这个买卡五千点 这个的话也是相当的佛啊 这边上面的这些专属活动有相当多哦 可以参加啊 然后主要的话就可以拿一下这个福利哦 你看像是还有这个隐藏序号啊 威尔康三个六 威尔康三个六 然后这边的话开局福利收1200抽啊 六星猛虫还有石装跟绝版神兵哦 然后这边的话开服上线就可以直接 多拿一百亿的钻石哦 然后这边的话还可以抽一些现金红包啊 不过不知道这个中奖的话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去领哦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专属的礼包码 HANK66 HANK77 还有HANK88 这边的话开服的话也是一样是可以去做领取哦 最近的哦这个广告打很大的斩腰啊 还跟这个周星驰的电影联动哦 那他是斩腰代言人就是我们的丞翰点吧 那反正呢这种类型手游哦 这个NMO 然后看到这种有艺人代言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 手游应该可以就差不多都是那个样子哦 那我们今天话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礼包序号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画面哦 好那首先的话这种游戏一定要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事前预约嘛 那这事前预约的奖励的话 大家就可以随便输一下这个手机号码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预约啊 就可以直接在右方的这个我的背包 最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礼包嘛 那到时候的话在游戏开服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到游戏中进行兑换啊 然后这些预定礼包啊 还有按赞礼包的话也是可以直接点击一下 他就会成功跳转 然后预定的话就是看你们是随便点一个啊 反正的话他就会触发哦 那触发之后的话就可以到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可以领取哦 然后下方会有一个属性测试哦 这里有一些测试啊 这稀有哦 好那我是新手上路啊 那反正随便点一点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奖励哦 好然后可以分享一下啊 这边的话就有这个虚包奖励哦可以到我的背包这边进行兑换 然后还有一些下方的这些好友奖励也是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右方的邀请哦 然后就直接在这个新的页面哦就直接贴上啊 我这边就直接贴上啊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改一下你们的这个号码 然后也是可以成功预约哦 好那么就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预约领取啊 这边的话就成功成功领取到啊 然后右方的我的背包 这边的话也是可以领到 然后在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照着刚刚那些步骤 就是去看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右方的这些礼包码 这边的话也是可以通通都拿到 然后刚刚的预约好理也是可以重新 重整一下这个页面哦 然后重整一下然后重新输入一下你的这个邀请哦 你看在下方的话这边就有这个邀请好友礼包 这样的话就可以顺利拿到这个全部的礼包 还是蛮轻松的就不用说一定要输入自己的这个手机号码 然后可以看一下他这次官方所主打这个职业哦 可以看到游戏特色啊 有这个空虚空虚公子哦 联动最新的角色啊 也是跟这个星游拍了这个 西游侠谋篇做一个联动啊 然后这游戏的驱魔小队 那这边有总共是有五大集哦 看来是多出来中间的这个空虚公子哦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孟婆巨灵神 然后这个宦官音还有这个龙太子啊 然后这边下方还有这个驱魔赏金池 大家也是可以来这边创个小队啊 可以用一下你们自己的一些分身哦 那就来这边抽抽看哦 不知道能不能够抽到啊 感觉大部分的话都是抽到这个定制称号啊 要中红包的话感觉会比较困难啊 等一下我们这边称号礼包 这样的话就顺利拿到了 然后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这游戏的旨意哦 王娘梦多少是苦心仙道所为何 那这边的话就随便选一下 选个苍生 这个不入长生天下西河中南帝 长生路上千涛镜 真等屡下谁为舟这个财力 这个选职业还要给他来一个 这个是什么啊 那个这个性向测试 性格测试 原有原者倒置成啊 拿一下这个先元 这一段是怎样是也太长了吧 这第一次看到有游戏这个 在选职业之前还那么多个 镜像测试了 好那我们这游戏呢 目前是有四大只有 那分别的话是我们的白龙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这个女性哦 外观非常的清秀啊 然后呢召唤出来 就是男性哦 孟婆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第三个 就有这个黄色的 有个天子之气啊 手拿双锤 就是我们的这个巨灵神哦 近战落盾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的话是一个 小萝莉外形 算是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辅助治疗 然后那我个人最推荐呢 是这个第一个职业白龙 那可以看到他在群弓单弓 这两项的能力属性上都相当突出哦 那加上呢我们这游戏也是比较偏向这个PVP 这个游戏嘛 那我们群弓技能多一点的话 在杀敌的效率上也会比较好一点哦 比如说的话如果你是大克老 就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白龙 好那我们这边就踏入仙徒 这游戏还可以选择你的这个法射 这个RGB都是可以调的啊 这个好像不是法射 但是这里可以选一下它的外形 好这边调一下 先随便调一下好了 选个白色好了 感觉必要有这个仙人的姿器哦 然后面龙这边也可以调 这边有一些比较和善的 我们就选这个第一个好了 这个眼白比较多啊 看起来比较强啊 这个头饰耶 就拿一个什么脚 还有个空一些什么面试 好我们就直接套入仙徒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是怎么样啊 这边游戏的画面哦 NORPG 就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游戏啊 开始挂机了 有个NPC陆灵俄 这个画面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来 然后这个仙侠游戏一定要有这个 叫什么啊 轻弓然后飞跃 快过来 这里有发现 拿到这些奖励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左方这个上方 对话这个世界对话上面的邮件 这边就可以看到 领到这些奖励哦 好那首先第一个的话是这个 SSVIP88的这个礼包道具 有这一个猫将军碎片 直接合了一个超级灵丑 好这边的话又是另外一个灵丑 这个关头鹰 这个四星魔关羽 应该就是那个广告所讲的这个 四星魔关羽啊 好这边就直接领取 不过他这个魔关羽是 他这个魔关羽是那个 关羽 这个关头鹰 至少还是 蛮Q蛮可爱的啦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河洛幻想的 需要礼包码分享 及最强的T令之夜 选择推荐介绍 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